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句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來看講本 我們上次講到佛度 這個耶瑟還有富羅娜 加詹緣 這個還是第一年而已 度完了這個大概 有些說有63個 有些說有93個 本型基金說有93個 一般這樣來算 耶瑟室友 然後再加他的親戚 朋友總共有55個人 吳比丘有50個 那麼金匹羅他們或是說富羅娜 富羅娜是在耶瑟室友裡面的 那金匹羅他們有3個 那麼這樣就有63個 那世間上已經有大概就是63個 那這個佛就吩咐他們一個人走一條路去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個時候還沒有佛法到處都沒有佛法 哪裡都沒有 現在世界上有63個阿羅漢 那佛告訴他們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弘揚佛法度化眾生 那佛自己就去這個這個度三家社 那三家社我們說過 優羅平羅家社 家也家社跟那提家社 這三家社都是拜火教 事奉火神阿奇尼 一般叫做這個拜火教 他火神 印度有拜火的 其實印度跟中國一樣 就是一切都有神 火神、雷神、風神、地神非常的多 那佛神叫做阿奇尼 一般叫做阿奇尼 那他一般都把它叫做拜火教 那就是他固定的時間要把火點燃 然後舉行一個儀式 然後禮拜、戰送 然後晚了之後再把火熄滅 那通常波羅門或是他們也有所謂的 有一些火要時常點燃的 比如說他有山火 居家火、福田火、根本火 他有這樣的 那這一種 這一種拜神阿 其實就是拜神阿 只是拜什麼神而已 只是拜火神 所以叫拜火 其實就是拜神跟我們一樣 我相信說其實佛教也有很多 那麼拜太陽、拜月亮、拜土地公、拜什麼的 非常多 那麼像八月十五剛過 那麼佛教很多 八月十五這一天拜月亮的 月神 就很多寺廟都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很多寺廟都有 晚上還有拜月亮的 那麼拜月神 那麼這個其實我們就是說 這個其實都不是佛教的 然後拜門神啊 拜地基主啊 拜什麼 門神很多啦 那這個其實中國跟印度都有這樣的習俗 那其實佛教沒有 福田火、居家火、根本火 這個是火神啊 那三家社 三家社 三家社是摩羯陀國裡面 最有威望的 最有威望的 那平伯梭羅網還是他 就是歸一他的 平伯梭羅網還是 佛陀還沒 還沒開始 弘法以前 平伯梭羅網其實是歸一三家社的 是這個優羅平洛家社 是歸一這個大哥優羅平洛家社 他就在王舍城戶建 就摩羯陀國了 那佛陀知道這個優羅平洛 第一個善根成熟 然後度了優羅平洛家社之後 那麼佛法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推廣 因為國往互持 還有這個他是當時最有威望的人 所以佛陀就叫這一些弟子 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度眾生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去度這個優羅平洛家社 就是三家社裡面的老大 那這三家社都是拜佛教的 那這個 這個去三家社那裡 他們先跟他借助 那借助 因為三家社那個地方 他山洞裡面有一個獨龍 那很多人去了都死在裡面 那佛陀又跟他借助 他當然也不會拒絕 但是他跟他講 那裡面有獨龍 你最好不要去 佛陀說沒關係 你只要答應借我就好了 然後他就去 然後住了之後 他以為因為大部分去那邊住的人 都會死在那裡 然後隔天他去看一下 佛陀都沒有事走出來 他都覺得這個佛陀 心裡面開始覺得這個佛陀 他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他已經正阿羅 已經成等正絕了 還不知道 只是因為他是一個年輕人 在當地也沒有什麼名聲 那也沒有什麼名聲 因為沒有聽過 他是從佛陀外國來的 在當地也沒有什麼名聲 都不是像那些已經修行的 已經就是宗教的一些長老 齊樹沒有 所以他就心裡面開始覺得 這個年輕人還是有一些力量 能夠降伏獨龍 不會被獨龍 不會被獨龍咬死 但是他心裡面 因為他畢竟修行很久的長老 宗教界的長老 那麼他是個年輕人 然後所以雖然覺得這個年輕人 有一點本事 但是還是沒有就是放在心裡 就沒有放在眼裡 然後第二天佛陀就在 還是住在那裡 就在那個樹下打坐 打坐然後到了晚上 因為那個都會出來稍微看一下 就借他那個周圍附近打坐 到了晚上佛陀坐的那個地方 佛陀坐的那個地方就放光 然後他看到 因為他遠遠比如說他就借 比如說他在禁絕院 然後他就在那個附近那邊打坐 然後就看到 晚上看那個地方都有光明 那隔天他就問他 說你也是侍奉佛神的嗎 因為侍奉佛神會有光明 他說不是 他就問他 因為他們都是侍奉佛神的 拜佛的 然後他以為佛神來有光明這樣 他說不是 然後四王天忍下來 四王天忍下來 離敬他 天忍下來的時候有光明 天忍下來有時候會有一些感應 就是說他通常有一些我們叫做銳相 天忍下來基本上有三種銳相 有三種銳相 一個就是會有光明 一個就是會有異鄉 那有些會有天月銀空 那有時候我們往生 有時候也是靠這三種銳相 就是往生其二 那通常天忍下來 有時候就是看人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光明 光明 普現光明 一種就是忽然間有濃厚的異鄉 有時候也會 有時候我們 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經驗 我也有過 忽然間聞到一股很濃的香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然後這種香有時候濃一點 有時候淡一點 有時候久一點 有時候一下子而已 那光明也是 光明有時候就比較久 然後還有就是 你會聞到一種泛月 天月銀空 然後這種聲音是 好像是你沒有聽過 但是就是很好聽 那也會有這種 通常就是這三種 通常是這三種 那還有一種就是 因為就是我們的感官 感官接觸到不同的境界 有一種就是 你會突然間 身上有一種 很奇怪的清涼感 那通常是這三種 就是色、生、香 色就是光明 生就是什麼 生就是天月 天月銀空 然後香就是異香 大概是 但是主要是這三種比較明顯 好 那麼 天年下來就有光明 就好像我們上次講 家瞻眼那個平靈 死了 他下來看他以前的屍體 整個靈子都是光明 很多天年下來 所以就 這些 第二天 四王天下來 所以有光明 第三天 佛陀在那邊住了三天 第三天他一樣 夜裡打坐 這個光明比以前更強 他就來 他就又來問他 這個 這個 優勒平倫教授 又來問這個 這個西達多 就是佛陀 佛陀就跟他講 他說 那你那一天 那麼亮 不是火神下來 是四王天人 四大天王下來 禮盡 然後他說 那 那 第二天的光明 更勝於第一天 更亮了 更亮 他就跟他講 是刀立天忍下來 就刀立天主 第四體環境下來 禮盡他 我們知道這個 四王天 刀立天 在佛陀剛成佛的時候 或出生的時候 都出現過 佛陀出生的時候 那麼 四王天 比如說 他出生的時候 各個經典記載不一樣 但是四王天 刀立天都出現過 還有犯天 這三個 那麼一樣 這三個基本上 在佛經典裡面 常常出現 然後 第二天更亮 佛陀就跟他講 這個是 刀立天主下來 第三天 比第二天更亮 佛陀就跟他講 這個是犯天下來 好 那這樣 這樣的一個情形 已經讓 這個 優柔平羅佳社 心裡面 就是說 這種奇異的 就特異的 我們叫做感應 這種感應的現象 讓這個優柔平羅佳社 有一點 就是心裡面又開始 又佩服又多一點點 那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 這三天之後 那這中間 那麼 這個 優柔平羅佳社 他們 他們都要拜火 拜火 都要點燃做儀式 要做儀式 然後 但是 今天 要做儀式 要舉行拜火的時候 那個火怎麼點 怎麼點 點不起來 他心裡面覺得奇怪 我在這邊修行這麼久了沒有這種情況 那個 那個年輕人 有一點點力量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的原因 我才點不起來 然後就去問 就去問 他說你要點火是嗎 好 那你去點現在可以點了 他去點就點起來 然後 他就覺得心裡面更佩服這個人 更佩服這個人 然後後來點完了 要把這個火滅掉 儀式做完了嗎 要把火滅掉 怎麼滅都滅不掉 他又覺得一定就是這個年輕人 他弄的 所以你看 他平常做都沒事 但是今天 他點點不起來 滅滅不掉 所以他又去跟他講 他又跟他說 你要把火滅掉是嗎 好 現在可以了 他又去滅掉了 好 那這樣就讓他覺得 這個就是佛陀 佛陀度五比丘 並沒有用神通 渡其他的耶穌也沒有用神通 佛陀開始用神通 渡眾生是從三加色開始 大家色 從大家色開始 但是後來他有講 有人說 既然神通可以這麼容易 就渡化眾生 那佛陀跟佛弟子 為什麼不用神通渡世 渡化眾生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這個東西 先講這個渡大家色 不是大家色 三加色 優柔平裸加色 這個我們有講過還是寫一下好了 三加色 優柔平裸加色 加也加色 那提加色 優柔平裸 優柔平裸加色 加也加色 加也是一座城 就菩提加也 加也是一座城 優柔平裸是一個 是木瓜林的意思 就是住在木瓜林的加色 住在加也城的加色 住在那提河的加色 基本上是這樣 他不是他的名字 就是那個地方的名稱 用來稱呼他的 這是一個河 那提河的加色 好 所以就稱作 優柔平裸加色 加也加色 跟那提加色 這個不是三加色的名字 這個是他的信 加色是他的信 住在哪裡的 住在哪裡的 稱呼 的加色 好 這個佛陀用這樣的神通 這個是一般就是神變 另外這個加色 心裡面就講 雖然你有這樣的神通 你可以讓天人來理盡你 你可以有神通 讓這個火 可以點得然 點不然 你可以降伏獨龍 因為已經用三種神通了 他心裡面就在想 就算你有這些神變 有這些能力 你還是不如我 我這個阿羅漢 因為那個時候他自己 也覺得他自己正的阿羅漢 這個優柔平裸加色 心裡面覺得他自己 正的阿羅漢 所以他心裡面就在想 就算你這麼厲害 你有這些能力 也有這些 我們叫做特異功能 你也是不如我這個阿羅漢 佛陀 因為佛陀有神通 他有他心通 所以他心裡面就 就馬上知道這個 這個優柔平裸 心這在講什麼 因為他要度化他 他要度化他 就是要讓他心服口服 所以馬上就跟他講 你是不是心裡面在想 雖然我會有這樣的特異功能 有這樣的神通能力 可以降伏獨龍 可以讓火點燃 可以讓火熄滅 可以讓天人來禮拜他 但是 我不如你這個阿羅漢 你是不是這樣想 那個優柔平裸加色 憲柔平裸加色 連我想什麼他都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心通 所以後來講有三種神變 三種教化 這就是三倫教化 有三種神變 一個就是神祖 神祖就是神通 神祖通 神祖通可以 反正就可以讓變大變小 變一變多 可以迅速移動 一下子在天上 一下子在這裡 一下子又到那裡 東西南北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左邊出煙後邊出水 類像這樣的 然後又可以 就是可以讓這個 比如說讓這個火 可以點燃可以不點燃 讓這一些的 那麼這個一般 我們叫做神通 另外他可以有他心通 神通有六神通 那這一些是一般的 就是神祖通 然後他心通 可以知道別人在講什麼 像廣青樓上也有他心通 廣青樓上也有他心通 有一些就是修閒比較好的 他就有這個神通 然後這個優羅平羅家說 他他其實不是阿羅漢 然後他以為說 他就跟這個佛陀說 佛陀跟他說 你是不是心裡面在想 我雖然有這一些能力 但不如你是一個阿羅漢 我告訴你 你其實不是阿羅漢 你甚至不是像阿羅漢 就是你連聖者都不是 就是你連靠近阿羅漢都不是 你不是阿羅漢 他心裡面想 這個 這個 這個年輕人怎麼這麼厲害 連我在想什麼都知道 我 我可以告訴你 怎麼樣真正可以震得阿羅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優羅平羅家瑟 才是真正的什麼 真正的佩服這個人 然後這個還沒有讓他震阿羅漢 神通不能讓人家震阿羅漢 佛陀雖然視線這麼多神通 還沒有辦法讓人家震阿羅漢 後來 但是他可以讓他佩服他 所以 這個 佛陀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優羅平羅家瑟才真正 真正 佩服這個佛陀 皈依這個佛陀 他告訴他 因為他不是阿羅漢 因為他沒有辦法靠 拜火 儀式 祭式 這一些正的阿羅漢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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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看苦行 種種的儀式 因為他說念火神阿祈禮嘛 禮拜嘛 禮拜 然後供養 然後稱念 然後這一些他就正阿羅漢 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佛陀 再來這個家 像優羅平和教授就開始皈依佛陀 皈依佛陀之後 皈依佛陀之後 那麼既然這一些沒有辦法讓我真正修行得解脫 所以他就把這一些 他就把這一些 全部 因為他要叫他解脫法 真正的解脫法 然後 然後 他就把這一些 拜火的東西 全部 都丟到 泥臉殘河去 就到河裡去了 那這個河 丟下去之後 這個河順著留下來 被他那個惡帝看到了 被這個家也 家也 家也家瑟 看到了 或是 這個 納底家瑟 他就趕快通知他的第三個弟弟 說大哥一定是發生意外 因為一個很虔誠的宗教徒 絕對不會把他 宗教的 就好像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絕對不可能把佛像丟掉的 丟掉一定是就是 要不你不信 要不是什麼 要不是你被小盜賊殺害了 他把他丟掉 他不信 所以 像大哥那麼虔誠的人 那麼一輩子都做這種的人 他絕對 不會把這個 他的宗教的 所拜的 所用的 這一些 拜火的器具 全部丟掉 所以 他一定是 被殺害了 所以趕緊帶一群人 把他的弟子 全部召集了 因為他 這個優勒平的家 是有五百個弟子 那麼 他被殺害一定是 很多的 就是遭到很多的盜賊的屠殺 怎麼樣 所以他 趕緊帶一群人 因為他們各有兩百五十個弟子 就是山加社總共有一千個人 那優勒平羅可能有五百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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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加野加社跟納底加社可能各有兩百五十個 就有一千個人 然後 然後 他趕快 帶這所有的人 上山 上這個木瓜連 那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一看 這個優勒平羅家社 跟他的弟子 還有跟佛陀都坐在那裡 他就問怎麼一回事 他的大哥就跟他說 哇 這個 我已經 不再從事 拜活的這樣的 祭祀的這樣行為 我已經不這樣修行 我現在跟著這個沙門 因為佛陀是沙門 我現在跟著這個沙門 修犯恨 修解脫道 那他的兩個弟弟就問怎麼一回事 就稍微講了一下 然後後來他 他也勸他兩個弟弟 他也勸他兩個弟弟 都一起來跟這個沙門選 這個不簡單 所以我們說過不簡單 因為他已經是修行很久的人 他已經是我們說出家修行很久的人 然後願意跟一個年輕人 然後這樣選 而且承認自己的不足 跟他選 甚至才拜他為師 那麼這樣的一個 這樣在當時 其實是很轟動王舍城的 所以後來這三家社 就全部都歸依佛陀 佛陀開始有了一千個常水眾 這一千個 這在第一年而已 第一年 那這一千個常水眾 那有一次 那這個他們還沒正阿羅漢 單單這樣還沒正阿羅漢 正阿羅漢在什麼時候呢 因為他們這三家社都是拜火教的 都是拜火 拜火神阿齊尼的 所以佛陀就跟他們講什麼呢 講 你看佛陀很會應激說法 跟他們講什麼呢 他們就是拜火就是要讓火燃燒嘛 對不對 講什麼 講燃燒經 很厲害 所以佛陀 那什麼叫做燃燒經呢 因為火的力量就是燃燒嘛 火的力量就是燃燒 佛陀 因為這個是他們最熟悉的 他們天天都 讓火燒起來 讓火滅掉 然後儀式 禮拜這個火神 因為火有很大的力量 火有很大的力量 萬物都要透過燃燒 所以佛陀就開始跟他講 什麼是燃燒 就叫做燃燒經嘛 你看 佛陀很會應激說法 因為他們最熟悉的就是燃燒 就是火在燃燒 這個概念他們非常清楚 所以佛就跟他講 什麼是燃燒 真正在燃燒的是什麼 然後你看 他們說佛陀跟他講 真正的火是什麼火 一般他們講的火 是聚焦火 根本火 胡天火 山火 佛陀說真正的火 是燃燒吃山火 你看 佛陀就把它轉化過來 很厲害 你看佛陀在講 實在是 你不管你學什麼 比如說你養馬的 就告訴你 真正要怎麼養馬 養馬經 山火 貪火 真正在燃燒 不斷在燃燒的 其實是貪稱吃山火 我們叫三毒 其實就是轉成火 貪稱吃山火 貪火在燃燒 撐火在燃燒 撐火在燃燒 貪火撐火 吃火在燃燒 就是 我們的生命裡面 真正 真正 你看到它在燃燒的 其實是貪稱吃山火 那貪稱吃山火 怎麼燃燒呢 我怎麼沒看到我身上有火 那一般 一般我們也會說 我們身上有三把火 那麼基本上 是貪稱吃三把火在燒 隨時都在燒 一直在燒 那它怎麼燒起來呢 很簡單 你看 我們一般的火 一般的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一般的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它是各種因緣和合才燒起來的 對不對 通常我們說 會有火燒起來 它基本上具有三種因素 是不是 第一個可燃物 比如說木材 比如說紙 比如說草 它一定要有可燃物 對不對 它要有什麼 要有柱燃物 氧氣 也要有柱燃物 就是要有氧氣 你燒了它沒有氧氣了 它沒有辦法一直燒 燒不下去 那能夠一直燒的 基本上要有可燃物 你木頭燒完了 沒有了 再沒有木頭接下去 沒有紙沒有草 它火也會滅啊 火也會滅 那你用油 要一直添油 沒有一直添油 它也沒有會滅啊 還有什麼 還有溫度 太冷了太熱了 溫度不夠 它的火 沒有辦法 它也會結冰 也會結凍 水滅掉它的溫度 它也沒辦法燒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這三種 讓火不斷的在燒 好 那佛徒就跟他們講 因為他要讓 叫他們解脫法 那我們之所以不能解脫 我們之所以不能解脫 主要就是因為 貪嗔痴火在燃燒 佛陀跟他們講 真正在燃燒的是貪嗔痴的火 那由於貪嗔痴的火 由於貪嗔痴的火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那為什麼貪嗔痴火會燃燒 這佛陀都有講 那麼威嗔痴 就是說貪嗔痴的火燃燒 因為燃燒就會造成熱 光跟熱 那麼貪嗔痴的火燃燒 就會造成我們什麼 就會造成我們苦 就會有苦的現象 苦是什麼苦 然後生老病死 願見慰愛別禮求不得 就是憂悲腦苦 一般來講 一元起來講 就叫什麼 生老病死 憂悲腦 就造成這些現象 火 比如說你有可燃路 你有助燃路 有溫度 那麼就有火 你一稍微接近 就是什麼 不會燒到 會痛 會痛 那這貪嗔痴火 不斷在燒 燒久了就會苦 生苦辛苦 老病死 我們這個五蕴赤腎 就像五蕴不斷的燒 不斷的燒 這個身體五蕴不斷在燒 不斷在燒 就是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看你給他的燃料不同 那個火不同 那個溫度不同 那個火勢不同 一樣 那麼我們所接觸的 我們這個貪嗔痴火 怎麼燒起來呢 很簡單 伯仁就跟他講 這個是當時他們都沒有講的 就是眼耳鼻捨勝利 對色深香味觸法 你看 我們好好去思維這個經 我們也可以像三價色一樣 就是可以滅掉 我們的貪嗔痴火 生起我們的戒定會火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會跟他講 真正要滅掉的是貪嗔痴火 真正要讓他保持不滅的 不是你那個火神的火 是戒定會火 其實是這樣 那麼貪嗔痴怎麼生起來 這眼 眼根對色 耳根對聲音 你聽到什麼聲音 你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眼耳鼻捨聲音 基本上是這樣 眼耳鼻捨聲音 對色深香味觸法 就是六根對六成 然後 加上了別意識 我們就叫做更成事 更成 事 眼事 就是事在眼跟色中起分別 基本上就是事 事在眼跟色起分別 就叫做眼事 事在耳朵對聲音這樣 就是耳朵聽到聲音之後 事起分別 就叫做耳事 那就這樣 根成事 那麼合合生觸 那麼開始產生緩應 那麼基本上 眼上的火 色上的火 眼視上的火 那麼產生觸的火 基本上就是因緣合合 因為火是因緣合合的 火是因緣合合 它才會不斷在燃燒的 那麼我們的痛苦 是因為 貪嗔痴火 那麼 在燃燒才產生的 我們的痛苦 痛苦的火 是因為貪嗔痴的火燃燒產生的 那麼貪嗔痴的火 是來自於眼對色 眼視起分別 起不當的分別 不如理的思維 虛妄的分別 那麼它才燃燒的 就是說苦是一種現象 苦是一種現象 好像火是一種現象 一樣 那這種現象怎麼來的 是因為 你的感官面對境界 起錯誤的思維 我們叫做不如理的思維 所以它都產生這種現象 那麼你要讓它滅掉 你要不從可燃物 要不從助燃物 要不從溫度上把它滅掉 所以說你要怎麼滅 你要怎麼樣沒有這個苦呢 就是你怎麼得解脫 沒有苦才是解脫嘛 那你要怎麼得解脫 要不是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直取 因為所有這一些感官面對境界 都是因為你直取 你想要它要不到 你不想要它離不掉 那麼你直取這個境界 那麼你不能沒有這個境界 或是你不享有 而不能去除這個境界 那麼這一些 就在你的內心 產生一種直取 那麼這種直取 你沒有去掉之前 你沒有辦法離 所以叫做 厌 離欲 滅盡 那麼通常你要先去掉這種直取 先對盡的直取 你如果沒有去掉這種直取 你那個貪火 因為你要要不掉 那個就是貪火在燒 你想得到什麼境界 一直得不到 那個貪火會不斷燒 會造成你內心的不斷的痛苦 你想去掉什麼境界 去不掉 那個撐火會不斷燒 會不斷燒 那你不曉得你這個是執著的苦 你一直沉迷在這樣的境界裡面 這樣的方法裡面要離苦 那個是吃火 那這種火就不斷在燒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 不斷的受苦 你看那是因為那個火不斷在燒 那真正在燃燒的 是我們的痛苦 真正在燃燒的 不斷在燃燒的是我們的貪嗔痴 那貪嗔痴怎麼來 感官面對境界起不如理的思維來 你不能去除 假設你現在火在燒 你要把它滅掉 你要不燒完就不給它燃料 可是你不斷給它燃料 你不斷給它燃料 你不斷給它燃料就是 你對這個境界不斷的直取 不斷的起貪 不斷的起撐 你就沒有辦法讓火滅掉 你不斷給它煽風 給它氧氣 那你因為你煽風的時候 像火快要滅的時候你煽風 為什麼 是因為風讓火變大的嗎 不是 因為氧氣快速流動 你煽風的時候那個氧氣就很多 比較多 氧氣不斷的輸送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氧氣就算有風 它也燒不起來 它燒不起來 還有溫度 就是你的直取 你的直取會讓你的貪嗔吃火 你的不甘願 你的貪愛 那你的不明白 不知道是你 這個方法就不對 這樣就不能解決問題 你卻一直用這個方法 執著用這個方法 要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怎麼解決又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又怎麼樣 又起撐 那麼這樣的現象不斷的在循環 它的苦就沒辦法解決 那佛祖就告訴他 真正燃燒的 真正燃燒的就是貪嗔吃 那麼貪嗔吃怎麼來的 感官面對境界 甚至心靜下來的時候 思考 思考這些道理 錯誤的錯誤的以為 這樣可以解決 那麼所以你就這樣 眼耳鼻舌生意對色身相會觸法 不斷的觸受愛取有 那麼這樣產生煩惱 煩惱沒有辦法不斷的產生痛苦 痛苦又引發煩惱 煩惱又讓你 你又沒辦法解決 沒辦法捨離 就不斷引發痛苦 就這樣 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不斷的增加 那麼你並沒有解決 很多修行人都是這樣子的 天天上早晚課 那麼偶爾參加個禪妻佛妻 就以為 就以為 這個煩惱自己會消除 這個痛苦自己會減少 我告訴你沒辦法 諸佛菩薩 都沒有沒有辦法 在你自己 就是不用透過你自己修行 他就可以讓你離苦 讓你增加福報 沒有沒有辦法 他不過就是引導你 告訴你方法 你不能透過 你不能透過拜佛念佛念咒念經 你就可以去掉自己的煩惱 如果你沒有想清楚的話 你沒有想清楚 佛陀有神通 那麼大的神通 他可以知道這個優柔平柔佳社 心裡面在想什麼 他可以讓天人來禮拜他 但是如果沒有跟優柔平柔佳社講道理 他也不能離苦 跟他講的道理 他不照這樣去修 他不明白 他聽不明白 他沒有通達 那麼他也不能離苦 你要知道 所以後來佛陀有講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就是說 講了這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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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是他把 他不是用這樣 優柔平柔佳社就證哈羅哈的 沒有 他當這三家社 都歸佛陀的時候 他把這三家社一千個人集合起來 告訴他們真正解脫的道理 不是天天在那拜火神 然後拜月亮拜太陽 那我們只是換成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 阿彌陀佛要師佛而已啊 其實 你把那個像換掉都一樣 那個儀式是一樣的 你一樣是念那個神的名號 那我們是念菩薩佛的名號而已 然後就是供養 然後這個稱念禮拜 你單單這樣跟他們是一樣的 然後種種的儀式 他們也有儀式啊 他們也有儀式 你看佛陀說 這樣是不能解脫的 那你說 我還是這樣拜 但是我把這個火神 換成觀音菩薩 這樣就能解脫嗎 換湯不換藥啊 你知道嗎 換湯不換藥 一樣沒辦法 因為解脫並不是看你拜誰念誰 是看什麼 看你的智慧 解脫是智慧見得真理解脫 那解脫才沒有痛苦 沒有解脫就一定會有痛苦 痛苦是從夜來 夜是從煩惱來 煩惱是從無明來 無明就是不知道解脫的方法 不知道真正的道理 不知道真正解脫的方法 一直從錯誤的地方去找方法 那麼像優羅平羅加社 一直以為這樣拜佛就能解脫 苦行外道 一直以為修苦行就能解脫 他們也虔誠 他們也相信 百分之百的相信 非常的虔誠 非常的專注 非常的用功 能解脫嗎 不能解脫 不能解脫 他們也一心不亂 他們也一心不亂 你以為他們很虔誠的 你看舉一隻手 舉一輩子 舉到這個手都萎縮了 都不放下來 不苦嗎 苦啊 但是他們堅持 修行受苦是必要的 但是能解脫嗎 不能啊 堂受辛苦啊 真的 用了那麼多的時間 用了一輩子 犧牲一輩子的享受 用了那麼多的時間 堅持 換得來 換來的 不過就是苦 死後也沒有辦法離苦 為什麼 沒有斷苦因 苦因啊 苦因是什麼 煩惱 無明 執著 錯誤的 錯誤的修行方法 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解脫 優柔蘋果佳舍 然後佛陀後來告訴這一些 有一千個耶 一千個人都這樣修耶 都很用功耶 每天每天都要好幾次 祭拜火神 虔誠專注 他們念的不會比我們少 真的 他們念的時間不會比我們 他們念的不會 他們念的名號的次數不會比我們少 他們拜的次數不會比我們少 但是佛陀就去跟他講 好 那麼這個是參加的時候 跟他們講燃燒經 那麼你真正要讓那個火保持燃燒的 你真正要理盡的那個火 不是這個火 是什麼火 戒火 定火 會火 戒定會的火 尤其是智慧的火 智慧的火要讓它保持 一直讓它保持 時時把它點燃 而不是這個火 你要理盡的是智慧之火 不是這個火 你要去除的是貪 真正在燃燒的是貪嗔之火 真正要保持的是戒定會的火 那怎麼樣燃燒 怎麼樣燃燒的 他就跟他講就是感官 這個就是講到 這個就講到什麼 講到六處無我 十二處無我 佛法我們講 無我是佛法解脫的根本 那無我 佛法裡面來講 五應無我 六處無我 就是 我們怎麼認識這個世界 我們的煩惱是從認識 這個世界產生的反應 那個叫做煩惱 產生不當跟過度的反應 而不是正確的反應 這個叫做無明相應 因為 反應 反應只有兩種 一種叫做明 一種叫做無明 明相應跟無明相應 反應都會有反應 就是 佛陀也看得到 也聽得到 也聞得到 也吃得到 都有反應 但是 會不會起煩惱 起什麼煩惱 起多大的煩惱 起多久的煩惱 這個就是修行的不同 這個就是修行的不同 阿羅漢 不起一絲的煩惱 叫做一絲不掛 一絲煩惱都沒有掛在身上 掛在心裡面 一絲不掛不是沒有穿衣服喔 是 一絲煩惱都不掛在心上 那麼如果是俄國 出國俄國三國的 有煩惱 但煩惱只有一絲絲耳 一扯就斷了 這藕斷絲連的煩惱 還沒有完全斷 阿羅漢是 阿羅漢是完全沒有煩惱 不管什麼境界 都不會起一絲絲的煩惱 都不會 出國俄國三國 出國粗一點 出國貪稱吃都在 俄國慾貪不在 稱也沒有 俄國還有 俄國是比較薄 三國慾貪跟稱都沒有 如果這個人正三國 那麼他絕對沒有任何的稱心 不管他遇見什麼樣的東西 他不會有稱心 不會有不耐煩 不會有埋怨 這些都是稱心的嘛 不會有嫉妒 這些都跟稱心相關的啦 不會有這種東西 他不會埋怨誰埋怨誰 埋怨這個世界 埋怨這個環境 埋怨這個人 他絕對不會 不好吃 他絕對不會不好吃 很嫌棄 很好吃 他很想再吃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那個樣子 但是三國就絕對會這樣 他對五慾 他對慾貪 完全 他不是說 那個好吃的我要丟掉 沒有 好吃的他照吃 不好吃的他照吃 他也知道好吃不好吃 但是 對於好吃不好吃 他不會有貪跟稱 沒有慾貪跟稱 沒有 但是他還有色彈 無色彈 他會覺得身心的這種激進 他會去享受那個 還有 那這一些我們都叫做 煩惱有粗有細 時間有長有短 然後次數有多有少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感官面對境界的時候 他不斷起的 那麼你必須在這裡用功 在這裡用功 看見自己的執著 看見自己的煩惱 然後想辦法減少 這個深度 讓粗變細 讓粗變細 那你說怎麼讓粗變細 可以就是控制 我們講過 修行 第一個就是控制 覺察煩惱 你要先覺察 問題在這裡 那你要挖 你要挖緊 你也要知道這裡有水源 你往這邊挖 如果沒有 你挖了十尺 你都挖不到水 那這裡挖三尺 水就冒出來了 有智慧的人就可以觀察 這裡有水 為什麼 這裡的樹比較綠 底下比較有水 這裡都長不出樹來 那底下沒有水 因為有沒有水 樹先知道 它樹根比較能夠接近到水 這裡的山清脆 表示這裡的水源豐富 或是這裡有 比較有那種野生動物 就表示它找得到水 那裡都沒有 那裡的樹都長不出來 長出來也長不高 如果有很高大的樹 那必定要有很大 底下要有水源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會覺察煩惱 他會知道智慧的所在 那麼你看 所以我們 我們的煩惱怎麼來 修行不外污 就是把煩惱斷除 煩惱不外污 就是貪成吃 所以貪火 撐火 吃火在燒 真正讓你痛苦的 真正讓你痛苦的 是你的貪成吃 那麼 因為那你貪成吃 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你沒有絕躁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一定是覺察煩惱 有沒有煩惱 就是有沒有苦相 煩惱相 煩惱相 夜相 苦相 輪迴相 就是那個相 就知道 這個人面亡激瘦 我就知道他營養不了 是不是 一樣的道理嘛 你像我眼鏡戴到這樣 你就知道我有近視 那麼這種東西就是 有那個相 煩惱相 就是有優苦相 優苦相 那就是煩惱相 那麼 事理不明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覺察煩惱 第二個 就開始要控制 我已經知道我這個煩惱了 我要控制 我要控制這個煩惱 那麼控制都是自己告訴自己 自己要告訴自己 這個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 我應該要怎麼改變 你要思維 他這個煩惱從哪裡來 要改變 要改變 那麼不斷的改變 要控制 控制煩惱就是戒嘛 控制煩惱就是戒 那麼調伏煩惱 因為你知道煩惱的根本 比如說你知道這個火燒起來 你用水去滅它 降低它的溫度 你用棉被把它蓋住 讓它沒有氧氣 你知道它在燒 燒快完了 你不要加進任何的燃料給它燒 燒完就沒有了 沒有可燃物 那麼火就會滅 那你不斷給它燃料 就是不斷給它什麼 給它彈成吃 你彈 你不要控制 你這個攤完又攤那個 那個攤完又攤那個 那個攤完又攤那個 只有越來越攤 那個火就越燒越旺 可是你不是想攤的東西 都得得到 所以撐火又起來 那你就一直以為 用很多方法 要得到你想得到 要去掉你去掉的 又用錯方法 那個吃火又燒 那麼所以就這樣 世間不斷在苦 你得到的 就算給你得到的 你只是越攤而已 攤不到也是攤 但攤到了還是攤 攤到了還是攤 所以你就這樣不斷在循環 火不斷在燒 不斷在燒 真正真正讓你受苦的是 貪嗔吃火 佛陀跟三家社 這三家社一千個人 沒有接觸過佛法 沒有接觸過佛法 我們至少都在佛教中 好幾年了對不對 有些十年二十年了 像我已經在佛法中已經四十年了 我大概十六七歲開始就 還不是接近到真正的佛教 那個時候的佛教 都是奴士到一家的 以前我記得我們讀國小的時候 都要寫宗教信仰 我們都寫佛教 其實我都不知道佛是什麼 我們家拜的那個是什麼王爺 但是我還是寫佛教 因為覺得這個就是佛教啊 真的 覺得這個就是佛教 後來才慢慢發現到佛教跟道教的不一樣 那道教基本上跟道家又不一樣 道教是鬼神的 道家不是 道家是老子 老子也是講修行的又不一樣 那才發現到這個奴士到 我們都參在一起了 都參在一起了 那修行也是都參在一起了 佛法就是說 佛頭跟三加社講 你看這三加社都沒有接觸過佛教 在那個時候除了 除了吳比丘 那已經正阿羅漢 其實誰都沒有接觸過佛教 都沒有 因為佛才剛剛出來 出現而已嘛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這三加社也是有善根的 那麼這一千個人 佛頭就這樣跟他教 教了不知道多久 這一千個人一千個人 全部全部 正阿羅漢 希望這個金捷院這邊聽聽的人 以後也全部都可以成就了 都可以成就 智慧可以提高 可以有界定的火 常常在燃燒 貪稱之動火 偶爾燃燒 你說不燃燒 那阿羅漢 你看喔 所以這樣的如理思維之後 不久 因為他們都專注習慣了 他們有前程專注這種習慣 這種前程專注的習慣 轉過來思維乏意很快 很快 那所以一樣 你過去修學的這種經驗 一旦轉化過來 那麼也是有助到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執著在過去的這樣的方法 他已經沒辦法 你還一直執著 他的力量也是相續 也是相續 所以你看 這些外道一轉過來 很快 就全部 這一千個人 一千個人都正阿羅漢 我們聽了都會覺得很羨慕 但是其實 我可以告訴大家 所有的人都可以 你只要具備那個因就好 那個因就是要如理思維 就是要如理思維 你以前都不思維 因為這些外道也是啊 他不思維的 智慧一定是文思修 聽文之後思維 思維之後要去修 修基本上就是你覺察煩惱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然後斷除煩惱 就這四個步驟 就這四個步驟而已 那覺察煩惱從哪裡申請 從哪裡申請 從感官面對境界 起不如理思維 更成事 何而生處 反應 處去受想失 感受 苦受 勒受 那種種的想 好不好 這個 種種 種種的這一些像 引起種種的想 這個人怎樣 那個人怎樣 這件事是好 這件事不好 開始心裡面 海浪在洶湧 就是這些煩惱的浪 不斷的不斷的 不斷的不斷的 起起落落 然後就開始 採取步驟 我要怎麼樣 我要那樣 我要這樣 得到不得到 又開始 又起煩惱 現在要反過來 反過來 知道煩惱從這裡起的 開始 看到是看到 聽到是聽到 起如理思維 那怎麼如理思維呢 我們就說世間思維 跟初世世間思維 你從佛法上講 一切都是因緣而合的 那麼我今天有這樣的禁 有這樣的身心 有這樣的苦 是因為來自於我的不如理思維 那麼現在 現在事情還是這樣 但是我內心已經不執著它了 簡單來講 這個人罵我 我聽到我就一肚子火 我又沒有惹你 你幹嘛罵我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罵你 你罵我 我還能接受 我都沒有罵你 你就罵我 我很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罵回去 那就這樣 叫苦產生了 那你會知道 但是他罵你 不會因為你罵他 他就停止 就算停止了 這件事情也沒有停止 你的苦沒有停止 你知道這個苦是從哪裡來 所以開始 他還是一樣罵你 但是你不這樣想 你不要想說 我哪裡得到你 你為什麼罵我 你不這麼想 你開始想 這個人有苦 這個人有煩惱 會罵人的人 會罵人的人 是什麼 有煩惱的 被罵的人不一定有煩惱 但是你如果跟他反應 你也是有煩惱 你因他的煩惱而煩惱 那麼所以你被罵的人 開始一樣被罵 但是你開始想 你如理跟不如理就不一樣 不如理就是說 你憑什麼罵我 我為什麼要給你罵 你罵我我就罵你啊 就煩惱就煩惱 但是一樣他還罵你 但是你心裡面想 這個人不能覺察煩惱 不能控制煩惱 不能調伏煩惱 他未來必定要因煩惱而苦 他現在因煩惱而苦 他未來必定要因煩惱而苦 我以前也這樣 現在我跟他不一樣 那麼我絕對不要再 因為就好像這個人 一加二一加一等於幾不知道 還沒讀書嗎 現在你讀書了 我一算就知道了 但是他現在還教不會 他現在智慧不到那裡 他現在能力不到那裡 我祝願就是祝願 祝願他可以趕快有智慧 祝願祝福希望了 所以看到不好的 我們只要祝願他 希望他能夠變好 希望他能夠學習到佛法 明白到佛法 希望他能夠從佛法中得到力量 開始希望了 因為我們知道 就好像你去醫院 看到很多病人生病 我們本來也生病 但現在我們要出院了 有的人還沒出院還在住院 我們就希望他可以趕快出院 我現在已經出院了 我不能說 因為你還沒出院 我為什麼要出院 我要跟你一起住院 還沒有趕快出院 對不對 一樣啊 煩惱 所以我們在看到起煩惱的人 心裡面就不一樣了 心裡面就不一樣了 這個人可憐 我們以前也像他這麼可憐 現在我們不再做這種 就是煩惱讓自己受苦的事 就是自起煩惱自造業自受苦 那麼更可憐的就是 因為別人起煩惱 自己造業自己受苦 因為自己的煩惱而苦 那總算是自己造的 那本來自己沒有煩惱 因為別人煩惱也跟著別人煩惱了 本來自己沒有肚子痛 本來自己沒有住在醫院 因為別人住院也跟著他住院 這種人你看笨不笨 笨啊 現在不做這種笨的人 做一個有智慧的人 思考方式不一樣喔 思考方式不一樣 所以因為這種思考方式不一樣 讓你少造業 讓你少起煩惱 你就會少受苦 你知道可以控制 你知道我才沒有那麼笨 我才不要這樣 那像有一些人 比如說我們說 有一些人 他覺得被人家欺負 如果我不以牙反牙 會被人家看不起 不是 那我會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必須要展現我的力量 讓人家佩服我 這個是世間人的想法 這個只會讓自己更痛苦 你要有智慧的人不這麼想 他不怕世間煩惚 煩惱的人看不起 他說如果我跟他一樣 諸佛菩薩都不會看重我 他也不會看不起你 但是他就不會在意你 因為你這個就是世間的凡夫 那麼你不要怕世間的人 愚痴的人 煩惱的人看不起你 你要在意的是 但是諸佛菩薩 賢慎的人 修行的人看得起你 那麼你 你比他大聲 那麼把他打下去 讓他不敢惹你 這些人 這些人看得起你 世間的人 哇你好勇敢 你好厲害 你好 你好 你好有力量 這些的人尊重你 稱讚你看得起你 沒有意義 是凡夫 生死凡夫 哇你能夠忍入 你能夠面對 這一些 這一些凡夫 這一些煩惱 你都不動心 諸佛菩薩 看見你 哇這個人好厲害 這個人離解脫道不遠 這個人離佛道不遠 這個人就走在佛道之中 你看 天人都尊重他 連鬼神都尊重他 那你讓那些煩惱的人尊重 你沒有意義 那麼你要會想 你看會想不會想差很多 會想不會想差很多 那麼這樣 你如理思維之後 你就能夠調伏你的煩惱 你就不會根據以前的習慣 以前的想法 一直照以前一樣的夜 受以前一樣的苦 為什麼 因為你改變了 不過就是轉念 你要能轉念 不需要觀音菩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你要不能轉念 他也救不了你的苦難 他再怎麼大慈大悲 救不了你的苦難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三家是 佛所開始跟他們講燃燒清 我們也要想一想 當我們煩惱 煩惱是什麼 心裡不安的時候 憂鬱的時候 躁動的時候 感到不平衡的時候 不滿的時候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火在燒了 那你要看火是從哪裡燒起來的 火是從哪裡燒起來的 你看到你想 心裡面想錯了 從這個地方燒起來 不如理思維 從這個地方開始燒 那麼你一直想 越想越不甘願 越想越生氣 越想越痛苦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你在山峰了 那麼一直燒一直燒了 這個時候就是要覺察 佛陀告訴我們 佛陀跟三家是講燃燒經 真正在燃燒的是苦在燃燒 真正在燃燒的是貪生之燃燒 那我現在這樣 這樣控制不住 好像在燒啊 火在燒嘛 我們說一肚子火有沒有 在燒在燒 那麼我一直心裡面 很執著某一件事情 一直一直這樣 那這個就是在燒 一直在燒 身心不安 身心不安 就是火在燒 煩惱火在燒 煩惱火 就要用智慧的水去滅 法水 法水 智慧一定從文師修 佛陀跟三家是講燃燒經之後 三家是要聽聞了之後 要如理思維 不如理思維也沒辦法 不如理思維也沒辦法 你沒有去想 單單聽 沒有辦法滅火 沒有辦法滅火 而且 而且 你像你那個火在燒 你稍微水灑一下 一下子火減少而已 等一下 火溫度夠嘛 彈一下又燒起來了 所以你一定要 我們就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怎麼樣 塑塑思維 要不斷 不斷 水要不斷焦 焦到它 火沒有 剩下煙 煙也沒有 這個時候 你不能說 已經滅了 那好了 不用了 等一下火又燒起來了 所以 一定要不斷不斷的 時時的 塑塑思維 塑塑熏 塑塑文 塑塑思 塑塑修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塑塑思維 要塑塑的專精如理思維 其實真的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就是一種覺察 常常這樣就叫做正念正知 沒有這樣 沒辦法解脫 我要告訴你 你的苦沒有辦法消除 因為你的煩惱沒消除 因為你的無知 方法一直是不對的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 佛陀跟三家熱獎燃燒金 一千個人都解脫 而且是徹底解脫 都震阿羅漢 都震阿羅漢 後來 有一天 品伯梢羅王 因為 品伯梢羅王 是過一 優羅平羅家社的 他來找他師父 他看見 他師父跟這個佛陀 這個年輕人都坐在旁邊 因為 品伯梢羅王 在很早之前 佛陀在修苦行的時候 在王舍城 跟這個 修禪定的時候 修禪定 他在那個苦行靈的時候 修禪定的時候 遇見過 遇見過這個 品伯梢羅王 那個時候他還沒成佛 品伯梢羅王看見佛陀很年輕 而且長得很莊圓 他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修行 因為那時候縣沙門下 出家下 他說你不要 你不要出家了 你來幫我治理這個國家 我們共同 就是分一半給他 意思就是 你跟我共同來治理這個國家 佛陀 佛陀就給他舉了個批 就是 你看過那個 你看過那個 手上被火炭燒掉的人 那麼 把火炭丟掉了 那麼他還會再去撿起來嗎 不會 他已經被燒傷了 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出家 他自己也是國王 當然他那個 佳比羅位國很小 他沒有像摩羯頭國那麼大 最大的就是摩羯頭國跟喬沙羅國 波斯尼王跟品伯所羅王 這兩國是最大的 然後 那個時候 他就跟品伯所羅王約定 品伯所羅王跟佛陀約定了 好如果你不出家 那可不可以答應我一個要求 假設你真的解脫成道的時候 你要來度我 後來佛陀就記得這個 後來就去度品伯所羅王 然後 就是 就是這個 下線去度三家社 就優勒平羅家社 優勒平羅家社 優勒平羅家社本來是拜這個 這個品伯所羅王是拜優勒平羅家社的 那有一天他就去看他師父 看見這個佛陀 因為他以前見過 佛陀跟這個 跟這個三家社都坐在那旁邊 那佛陀還坐在上面 三家社還坐在下面 他很疑惑 因為三家社 這個優勒平羅家社是比較長老的 出家比較久的 很有威德威望的 他就說 現在是 這個年輕人 這個西達多年輕人 渠壇 是我師父的徒弟 還是我師父是他徒弟 照理講 應該是這個年輕人 是來拜我師父的 但現在看到這個年輕人坐在那裡 他的師父都坐在下面 都覺得 但是看這樣又好像我師父是拜他做師父的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 後來這個佛陀 這個優勒平羅家社才跟他們講 跟那個平婆社都講說 我們現在都過醫這個年輕人 就是佛陀 其實是這樣 那這裡講到 這裡講到佛陀 度三家社的時候 總共有三種教界 一個就是神主神變 神主教界 就是神變 就是神足通 就是神變 神主神變 就是神通 神變 另外一個就是他心 因為佛陀跟山在這說 因為他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就馬上跟他講出來 你是不是認為說 我就算有這一些特異功能 這些特異功能 那麼 也不如你這個阿羅漢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實際上沒有真的阿羅漢 我會告訴他 他馬上就知道 他這個年輕人厲害 然後他又有天年 天年放光 然後就是有這一些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他跟他講燃燒經 就是教界神變 就教界神變 就是這個神通 這就三種 那通常佛陀都是以教界 那麼比較少用 比如說神主跟他心 好 但是 後來 後來 就是說 很多人 很多人 這跟我們修行方式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的 因為佛陀後來有講 我們現在修行方式 重感應 重加持 諸佛菩薩的感應加持 感應加持 或是我們說瑞相 重在瑞相 比如說 你拜佛拜到見佛 就表示 怎樣怎樣 類似像怎樣 我們種這些瑞相 感應有瑞相 就是看到光 看到蓮花 看到那個玻璃有法輪 反正就種種 念到那個肚子會跳 念到那個書自己會翻 這裡很多 很多人都有 多多少少宗教都有類似像這種的 那麼我們就會強調這一些 聞到玉香 官名 然後有術神來 有什麼什麼來 這一些 但這個不是佛法要強調的 而且這個也不能導致解脫 這個只是說你有用功 你有精進 你有一心 只是這樣而已 所有的宗教都會有 所有的宗教都會有 而且也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你今天把比卡丘拿去拜 你也有可能夢見 夢見他來加持你 你今天把孫悟空拿來拜 你也有可能看見孫悟空 現在你前面的那是金箍棒 可是真的有孫悟空這個神嗎 有一部分是真的 比如說你拜四體環音 四體環音上帝 或是拜天公 我們叫天公 那麼他有可能也會實現 有可能是真的 那有可能也是你幻想出來 比如說你拜孫悟空 拜皮卡丘 拜無敵鐵金剛 那麼是會有的 那這一部分我們要很小心 比如說你見觀音菩薩齊龍來 你見這個普賢菩薩齊六搖白相來 你見地藏菩薩齊那一支地聽來 很多不是真的 很多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不管是真的假的 就算你念佛念到見阿彌陀佛來 你都不能把他當真的 直取他 你不能直取他 好 那麼通常我們的方式就是這樣的 好 那麼因為佛陀也會視現神童 神主啊他心啊 而且這個很容易射受人 很容易射受人 很簡單 今天我先不講這個 假設今天你們能來 我就不用看很多啦 我就看三個人就好了 真的假的不一定啦 但是我就講 欸 你看起來有變相 你有什麼業由 你前世是什麼什麼什麼 真的假的不知道啦 但是我就隨便講 我告訴你我隨便講 你就會隨便信 你不是隨便信啊 我隨便講你就會真的信 因為你也不知道嘛 雖然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講得好像 好像是喔 是喔 是喔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第一個 第一個我會看三世英國 第二個我會治病 我告訴你 今天來做的就不是這些人 今天會做到那個整個裡面都是人 你信不信 真的 真的 講英國的不如看英國的 為什麼 大家就是馬上信不信外意思喔 就是你雖然講英元國報的 但不如會看英國 三世英國的 說病怎麼來的 還不如直接可以治病的 你那個水拿去喝就治病了 那個最快 而且一千個人裡面 一千個人裡面 只要有十個人有效 這十個人馬上會再找一千個人來 我們都是這樣 那求大杯水 求什麼水 求什麼水 基本上我們很容易 我們很容易相信這些東西 那這些有些有 有些沒有 不一定 比如說你念完地藏間 你那個 你往生的那隻狗 你為牠做一 送一部地藏間 那麼 牠來跟你答謝啦 你夢見牠 牠生到極樂世界去了 你會很高興喔 那一定是真的嗎 我告訴你 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我們很執著這個東西 那你看喔 佛陀在度三架車的時候 有三種神變 佛陀說最主要的是這個 長阿涵有一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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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堅固經 這部經喔 有空大家也可以回去看 他為什麼叫堅固經呢 這個堅固是一個長者子的名字 大戶長者子的名字 長者子 堅固長者子 然後 他有一天 他住在納蘭陀 就是納蘭陀大學的納蘭陀 納蘭陀是一個城 他住在納蘭陀 納蘭陀城 他有一天去找佛陀 他說佛陀 因為佛陀有告誡弟子 不可以隨便顯現神通 然後他有一天去找佛陀 說佛陀 你為什麼不用神通來度眾 因為你用神通來度眾 很快 這個納蘭陀城的人 都會相信佛法 真的 他只要顯個神通 我告訴你 他只要隨便顯現個神通 那麼很多人就會慕名而來 單單他念的大嘴嘴 人治病 就很多人了 真的 他不用講什麼 我記得我以前剛學佛的時候 那個好像在宜蘭 不知道在什麼湖的旁邊 我還去過 我那時候在家 十幾歲的時候還去過 我從台南特別去宜蘭 因為聽說那裡的地方 住著一個出家人 會放光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嗎 你有去過嗎 我知道那是我同學的師傅 是喔 那同學的師傅 他沒有說法他就放光 那很多人都特別慕名而去 去禮拜他看他放光 但是 後來我就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都是這樣 會放光 很多人就是 就去看他放光 看放光回來 這個是真正的光光團 光光嘛 去看放光 看放光回來 就覺得 他有光你有光 你也沒有啊 你真的要看放光回來 點燈不就有光 但是你看完之後 我們也都是去看而已 看沒有看到 但是看回來有什麼意義 你跟我講 你看到他放光回來 看的時候你會感覺好殊勝 好厲害 好有修行 你會共養他 然後回來呢 回來之後你有沒有光 沒有 那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意義 你這個光光團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我在想 看這個有什麼意義耶 你應該要問他 你是修什麼 會放光 對不對 那這是第一點嘛 如果你也想放光 但是單單會放光 這個還要第二點就是 放光又怎麼樣 天人也會放光啊 天人也會放光喔 那麼他的意義又在哪裡 第一個你去看了之後 假設你覺得這個很神奇 那麼你應該要 就表示他一般有定就會放光喔 有定也有光喔 其實界定會都有光啊 老實講 界定會都有光 那表示你持戒持人驚眼 那個鬼神天人看得到喔 你的光明不一樣喔 界定會都有光 那個是心啊 光 所有的光都是從心出來的 那你心持戒清淨 你心專注 你心有智慧 那最大的光就是智慧的光 真的 我還沒有 我這個閃爍閃爍 風一吹會閃爍會滅掉那種 要趕快把它點燃 要燃燒金 要讓它好好好扶持 我這個風一來也是 也是也是會滅掉的喔 夜風吹來也是會滅的啊 所以要兩場把它保論保持 要防護啦 你知道嗎 一樣都有光的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個光用來做什麼 光用來做什麼 光用來照明啊 光有兩種 一種就是照明 一種就是溫暖 那你真正的光就是 提醒自己提醒別人 教導別人教導自己 溫暖別人溫暖自己 基本上就是悲跟智嘛 是不是 慈悲溫暖別人嗎 人家寒冷溫暖別人嗎 然後照亮別人嗎 其實就是悲跟智 那麼真正的大智慧大慈悲 才有大光明 那你要學習的就是 比如說這個人如果有光 假設有光 那你要去問他 你不是去看而已 哇這個有光 不是 你要去問他 真正你要參法善就是要這樣 你去問他 你到底是怎麼修的 你修了些什麼 最有這樣的能力 表示他 但是 單單放光不一定有智慧喔 因為界定會 甚至慈善都會有一些光 只是光的強度不太一樣 廣度不太一樣而已 那個亮度不一樣而已 就是你行善都有光 我告訴你 真的 那 但是這個世間的 那界定會都有 但是你要去問他 假設他有光 那表示這個人有一點能力嗎 你要去問他 你是怎麼修的 那你回來 你就跟著他修 跟著這樣修 你也會有 你也會有 有香也是這樣喔 有香也是這樣喔 所以 所以 我們修行 最重要的 比如說佛陀有光嗎 光最大的就是佛陀了嗎 那麼佛陀是怎麼修的 你沒有問他 他已經告訴我們了嗎 你只要這樣修 你只要這樣修 你也會有光 好 那這個 我們說這個堅固經裡面 這個長者子 長者子 他住在那蘭陀城 他就跟佛陀講 佛陀啊 你應該 讓 讓弟子喔 你也要這樣 那你也要讓弟子這樣 在這個 在這個那蘭陀城裡面 顯現神通 那麼很快就能夠交化這些弟子 就是可以讓那蘭陀城的人 很快大家都學佛啦 都變成三保弟子啊 這個確實是很快 但是有後遺症 有副作用 佛陀就講 堅固啊 就是根據長者子講嘛 假設 今天比如說 舌利佛 目見人啊 佛弟子 他先跟 他先跟這個長者子講 說 我 絕對不會叫 比丘 就是我的弟子 顯現神通 還來教化私人 我都是教他們 我都是教他們 就是 要在 在極盡處思維 援起 佛法的道理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嘛 就是說 假設我們有煩惱 煩惱是怎麼起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滅這個煩惱 思維這個道 我都是教弟子 在極盡處 思維 這個道理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專精如理思維 思維這個道理 我絕對不會教我的弟子 用神通 那麼去 去 去 去教化這些事 那麼他說 在極盡處思維 思維佛法 那麼 思維看到自己的煩惱 如果有過錯 就要發露 如果有功德 要掩長 就是不要 我們都是這樣嘛 只有一分功德 然後 就是展現 講到好像有十分功德 有七分的過錯 說到只要一分的過錯 我們習慣都這樣 其實我也這樣 大家都這樣 但是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什麼樣 開始修 就是盡量有功德 不要顯露出來 有過錯 不要掩飾 先從這個地方做起 那麼這個就 因為你有過失 不急於掩飾 也不多掩飾 那麼你這個過失就會越來越少 那麼你有功德 不急於顯示 就是你盡量掩飾出來 這掩飾起來 就是不要顯 急於顯示自己的功德 那麼這樣 你的功德就會越來越大 那麼如果你掩飾 你的過失 你的過失就越來越大 那麼你誇大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會越來越小 基本上是這樣嘛 所以佛陀說 你看喔 佛陀跟堅固執說 我只會教我的弟子 在極盡處 在極盡處 思維佛法的道理 那麼遠藏 就算他有神通的功德 他都要盡量遠藏起來 不要讓人家知道 那麼如果有過失 才要像顯現神通這樣 顯現出來給大家知道 這樣才是修行的道 你看 他說他跟堅固執講喔 那回去可以看一下這部經 藏阿漢的堅固經 他跟堅固長者子講 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認為的啦 你又顯現一下神通 那讓大家都信佛 我告訴你 這樣的信佛不是真信佛 這樣的信佛不是真信佛 那麼佛陀就跟這個長者子講 他說長者子啊 就堅固啊 你認為怎麼樣 假設 假設 現在這個比丘顯現神通 去教化這個人啊 沒有錯 比如說哪一個跟他講 你至少有這個病 是因為 你過去 做國王的時候 貪污 然後 怎麼樣怎麼樣 或是你做縣長的時候 說人家那個私藥 醫治病人的藥 瘟疫的藥 私藥的這些錢 你把人家貪污了 所以你現在又窮又病 像這樣 不管真的假的 人都喜歡聽這個啦 喜歡聽過去式 其實他也看不到 但是他就會信以為真 這種東西 不管真的假的 但是很多人喜歡知道 我今天為什麼這麼苦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過去是造了什麼業 過去是造了什麼不重要 這一世應該做什麼比較重要 你只要知道 這一世應該努力做什麼 不要一直去追究 我過去是到底做了什麼 因為沒有意義 但是很多人喜歡聽這個 只在乎過去 我要確定過去是我害了他 所以我這一世比較甘願 對不對 他一定要講到這樣他才甘願 不然他就不甘願 這個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不管你過去造了些什麼 你這一世都必須這麼做 所以你就不用管過去 只要管現在 以後應該怎麼做 所以他跟堅固長者子講 他說假設這個比丘 這個比丘 憲了神通之後 這些人他馬上 相信佛法的人 會去跟不相信佛法的人 你看這個比丘 這些比丘都很有修行 可以形成神通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不信佛法的人他會怎麼說 因為婆羅門教裡面也有這種說法 就是說你你你念的比如說他念了這些 這些渠羅座前陀羅座什麼座 那麼說我聽說 這堅固經裡面講的 他說假設這個信佛佛弟子 因為比丘有憲神通嗎 他就會很知道嗎 你看這是我們的人 我們佛教徒 你看都有修行怎樣怎樣 佛教的修行不是有神通沒神通 是有智慧沒智慧 好但是這個就會讓人家誤會 好就好像以前我去國外我去國外 那些國外的人看到我穿這個 他都會說你會不會功夫啊 因為因為因為外國人第一個看見出家人就是少林寺 你知道嗎 就是少林寺 甚至我有一次我有一次走在阿根廷 我去阿根廷紅髮店還在阿根廷 還是在美國我忘記了 我知道在阿根廷還是美國 然後有一個人就跟著我 然後就跟我說 類似他們講 那有人翻譯 他說要跟我學功夫 我說我又不會功夫 他們的觀念就是 因為很多少林寺的出去表演功夫嘛 他們認為這些穿這樣的都是會功夫的 其實就是會誤會 那你會認為 所謂的修行就是神通 他跟兼顧長者子講 他說 比如說這個信佛的人 去跟這個不信佛的人講 你看這個師父有神通 這個佛教的有修行 那個不信佛的人 他也不知道 他就會說 那個是念什麼什麼咒 因為念這個咒 就會讓你有這個力量 比如說放光好了 你念什麼咒你就會放光 或是你念那個什麼咒 你念那個什麼咒 比如說他心通 那麼你顯現他心通 這個人會覺得 你好厲害 就會信服你 像這個 像這個方東美 方東美是哲學系的教授 很厲害的 他至少也信廣青老和尚 也是廣青老和尚顯現他心通 他很信 他想的馬上跟他講起來 他想要取個法面 他想要如果他幫他取這個法面就好 這廣青老和尚知道他想的 馬上就幫他取那個法面 他就更信了 那你看喔 但是 多數的人 會誤會佛法 就是以神通為成就 你要知道有些阿羅漢也沒神通的 有些阿羅漢是沒有神通的 有些有神通的 還是生死凡夫 提摩達多也有神通啊 苦行外道也有神通啊 當然都不如一個在家去證出國的 我告訴你 真的 具正見的都不如 那天人也有神通啊 天人有神通啊 那他那個是果報上的 報德的跟修德的不一樣 那佛陀就跟這個堅固長者子講 你看 如果這個不信佛的人 他就會覺得這個神通是 這個神通不是他修來的 可是他磁 當然磁咒也是修啦 他是磁什麼咒 磁這個渠羅咒 那麼他自然就有這種通 他磁這個前陀螺咒 那麼他就有這個他心通 那麼你說 那這樣 因為他實際上是修戒定會得來的 由修定得得神通 那麼他卻認為 他的這個特異功能 他的這個特異功能其實是他磁咒來的 那你說這樣是不是就是誤會佛法了 這樣是不是毀謗佛教了 這樣是不是毀謗這個阿羅漢了 他認為這個阿羅漢 磁咒才有這樣的能力 你認為這樣能夠弘揚佛法嗎 你認為這個是不是毀謗 就是他誤解了吧 那這樣對佛教你想想 這樣對佛教有好處嗎 沒有好處 佛教徒都是求感應的 都是求加持的 只是你求鬼神加持 求諸佛菩薩加持這樣而已 要跟鬼神感應 要跟諸佛菩薩感應 如此而已 這個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堅固經裡面講的 所以他說什麼 他說這三種裡面 以這個為主 以教界為主 真正的神通 真正的神通 不是你會飛天鑽地 你會分身 像以前那個宋其利不是會分身嗎 就算他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都不是佛法 那個不是佛法 那麼就算他真的 神變裡面 有一種是會分身的 一身分為多身 多身又很為一身 變大變小 穿牆透壁 可以看遠看見 你也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心通 神足通 天耳通 天眼通 神足通 這一些 世間法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神通 真正的神通 不是這一些 是教界 真正的通 是腦筋會通 頭腦會通 就是說道理通 是真正的神通 所以我透過 對真理的了解 對道理的了解 告訴你 你因為天的這個道理 你跟我一樣貫通 智慧有通 這個是真正的神通 這個是真正的神通 我會放光 我放光在你身上 你也不一定有光 我放光 我放光 那麼我放光照你 你看起來有光 我不放光 我走了你就沒有光了嗎 對不對 是啊 這樣不是神通 真正的神通 是我有智慧的光 我告訴你 你理解了 我走了 你一樣有智慧的光 是不是 是啊 這個才是真正神通 教訓的神通 假設說我有神通 我會放光 我照你 你看起來就跟我一樣亮 但是我走了 你就不亮了 可是這個智慧光 我傳給你之後 我有智慧之光 我走了 你一樣跟我有智慧 我不管到哪裡 在不在你身邊 你都有光 是不是 這個才是真正的神通 教訓的神通 佛法是從 所以叫教導嘛 教導 佛有力量 佛有力量 你靠佛加持 佛不在的時候 佛走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 現在佛的這個力量 就是佛告訴你 我是這樣修的 你也這樣修 我走了 因為我這樣修有力量 你這樣修就跟我一樣有力量 我在不在 我在不在 在不在你身邊 在不在你前面 在不在這個世間 你都跟我一樣有力量 這個是佛真正的神通 這個才是佛法要教的 所以我們今天學習佛法 一定要把這個道理弄清楚 我們要學的就是佛的智慧跟慈悲 那麼這些都必須從佛說的道理來 輾轉實踐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塑塑思維 不斷去實踐 要覺察煩惱 要控制煩惱 要調伏煩惱 要斷出煩惱 這樣一天過一天 一年過一年 你漸漸俱足 漸漸俱足 最後圓滿就跟佛一樣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就是你天天起火 溫暖溫暖 哪一天火燒完了 哪一天木材燒完了 你就沒有了 你自己本身就有火 有智慧之火 你自己本身就有光 有智慧之光 你自己本身就有香 有界定慧香 不管這個世間怎麼變化 不管有佛沒佛 你在哪裡 哪裡就有佛法 哪裡就有光 哪裡就有香 哪裡就有熱 這個才是佛法要教的 真正的神通 真正的神通 是讓你跟我一樣 不是把我的 不是把我的幫助你 而是讓你跟我完全一樣 讓你具有我所具有的 而不是把我所具有的 分一些給你 沒有分 你的跟我的一樣 那這個是佛法 所謂真正的教戒神通 三種 三輪教戒 神主他心 跟開示教戒 三輪 最主要是這個 那這個是不得已而用之 不得已而用之 佛陀一生用過神通 但不多 只有特殊狀況 平常也不用 甚至有一些弟子 有一些像冰陀魯婆羅道 冰陀魯婆羅道 為什麼佛陀不准他入涅槃 他也是阿羅漢 佛陀有兩個弟子 一個是冰陀魯婆羅道 一個是交換波體 交換波體 佛陀告訴他不要在人間 到天上去不能在人間 冰陀魯婆羅道 冰陀魯婆羅道 佛陀告訴他 你哪裡都不要去 你就是在人間 你不要離開人間 為什麼 交換波體 交換波體 吃飯都會吐出來 再吃進去嘛 人看的噁心 可以放他 你在人間 會讓人間造業 你到天上去 天上吃的跟我們不一樣 吐出來也不會怎麼樣 天人知道天人有天眼 會恭敬他 人間的人沒有肺炎 所以都會毀謹他 所以他鎮了阿羅漢之後 他還是這種習慣性啊 阿羅漢有修行 但習氣不一定好 習慣不一定好 胃移不一定好 他吃東西吃一吃 吐出來再吃進去 就算我看到了 我也說 你這出家人 老實講也會罵他 即使我看到了 如果覺得 但現在我們知道了 他這個搞不好 他是像交換波體一樣 不要隨便罵他 真的 我們就會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就會覺得 哎呀這個出家人怎麼這麼危險 怎麼這麼... 這麼肮脹的 吃一吃 吐出來又吃進去 誰看的都受不了 我看的都會吐啦 你看佛祖就叫他 你不能留在人間 你到天上去 他從鎮阿羅漢不久之後 就從來沒在人間過 都住在天上 所以大家是要結集經典的時候 就派人去到立天找交換波體 你看 另外一個我們說 冰頭的波羅道 他就是 他就是有一個長者 叫做素題長者 他因為每一個人都說 當時有六四外道 六四外道很多人都是有修行的 也能說善道 但是那個素題長者 他沒有接近過什麼宗教 他知道 大家都說他自己最究竟 最圓滿 最無上 我怎麼知道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真的啊 基督教佛教 猶太教什麼教 都是知道自己的是真神 最高最究竟 最圓滿的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分辨 我不會分辨啊 所以他就用什麼 最容易分辨就是好嗎 像是比武招親一樣 就把那個波放在那個很高的樹上 誰可以去拿下來 就是用自己這樣可以拿下來 那麼我就相信 這個人 這個人是 這個宗教是什麼 是有修行的 我就歸於他 因為他是大副長者 這個冰頭的婆羅都覺得 佛教是真的是最有修行的 而且也有很多有神通 所以 所以 因為他是公開嘛 就是像這樣 所以他覺得 如果佛教 這些有能力的人不站出來 會用看霧啦 你聽到嗎 佛教會被人家看沒有 他覺得佛教真的是 有神通的很多啊 然後有力量的 真的是最高最好的啊 所以 這個絕對不能夠 讓世間的人看沒有 所以他就用神通 用一隻手 生人長自然把那個波拿下來 你看 老實講他也為佛教好啊 他為了讓這麼多人都來信佛 他也是為佛教好 佛陀知道了之後 就把他叫來 說他不應該這樣 不可以隨便展現這樣 他也是要度眾生啊 但度眾生不能夠用這樣的方法 除非真的是特別 這個人善根成熟了 需要靠這樣 那你這樣後遺症比較大 後遺症比較大 雖然有作用 但有更大的副作用 這個不可以 看起來是顯揚佛法 其實會讓更多的人誤解佛法 會覺得這個就是佛法 所以佛陀就處罰他 阿羅漢也要被處罰 舍利佛也被佛陀處罰過 叫他華戰 那麼這個 這樣是阿羅漢 他有很多也不像佛陀這樣 這麼大智慧 所以就告訴他 告訴他 你因為你做了這件事 你要在世間給人間做福田 不可以入涅槃 那因為他有神通 他可以讓他的身體 一般我們的身體 一百年就要老化了 一百年就要老化 酸化 但是他有神通 他可以給他延長到一節 一節可能要好幾千年 有些可能好幾萬年 不曉得 就是說怎麼算不知道 但是可以延長很久 像道家修那個長生不老一樣 但是他還是有一定的年限 時間到了還是會 但是就是你可以延一節 所以你要留在人間 給人間做福田 所以賓陀魯婆羅都是唯一 唯一還沒入涅槃的阿羅漢 但是他是因為 就是隨便顯現神通 那這個就是一般人追求的感應 一般人追求的感應 那我們修學佛法 要記得 我常常講 佛法不是跟佛菩薩感應 而是跟法相應 你要理解這個法 貫通這個法 真正的神通是智慧 其他的都是世間有漏的 所以你看他心通 神足通 教戒神通 真正的神通是教戒 我通達了 讓你也通達 也一樣有這樣足夠的智慧 我有神通 帶著你飛到哪裡 我不帶著你 你就不能飛 是不是 我用神通 我用神通治你的病 那下次你生病 我沒有神通 你治不了病 但是我告訴你 病的根源在哪裡 以後就算我不在你身邊 你自己也可以治自己的病 然後我現在拿藥給你吃 你把藥吃了 病好了 那我不在 你又生病了 那怎麼辦 你又遇不到像我這樣的 你怎麼辦 對不對 那這一次 這一次我生病 我拜佛感應到了 欸 病好了 下一次感應不到怎麼辦 對不對 常常這樣啊 你不是每次感應得到啊 你每次要靠感應 我告訴你 你最後就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感應不能才持續長久 真正的感應就是心跟法相應 感應道教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講到三家社 佛度三家社的時候 講一講得差不多 好 那再來 就講到度三家社 然後將兼顧者長者子 那麼 那說到 這個一千 後來就有一千個比丘啦 一千多個人 但是因為前面的六十三個都個人走一條路去 不在身邊 這一千個人 後來就跟在佛陀身邊 然後之後 他就想起 想起這個 跟這個品伯說羅王有約 品伯說羅王有約 因為品伯說羅王在去修苦行之前 那麼在王舍城脫波 然後遇見佛陀 那麼我們說他要把王位跟佛陀共治這個國家 佛陀挽謝他 然後他就跟佛陀約定 希望他真的正到成佛的時候可以來度他 所以 所以 他就去 他就去這個王舍城 見這個品伯說羅王 那麼 他去見品伯說羅王的時候 一個說是 一個說是這個 品伯說羅王去見佛陀 那麼 看見三家社都坐在那裡 然後一個說是 比較一般也說是說 佛陀率領三家社去見品伯說羅王 那麼 品伯說羅王看見三家社 在跟著佛陀 那麼 就覺得說是 到底是 這個佛陀是三家社的師父 還是三家社是佛陀的師父 心裡面有這樣的疑問 後來知道 三家社也歸依佛陀 那個是他的師父 他就對佛陀更加的尊敬 然後 佛陀一般說 佛陀為品伯說羅王說法 要度他 因為跟他有約 那麼後來品伯說羅王也得出國 品伯說羅王也正出國 那正出國 他開始就大力的弘揚 弘揚 叫大力的父子佛陀 那之後 之後開始見第一個金色 叫做佳蘭佳陀長者 在王舍城開始見第一個金色 那是佳蘭陀長者 品伯說羅王 開始見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那麼竹林金色是佛教的第一個金色 在摩羯陀國 那麼王舍城的 這個是王舍城 那在 在這個喬薩羅果波士尼王 那個是奇緣金色 那個是後來才蓋的 那個是己孤獨長者蓋的 虛達多長者 好 那這個是第一間金色 就是品伯說羅王跟佳蘭陀長者 有時候叫做佳蘭陀主緣 那一般我們把它叫做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好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承到第二年 第二年 那第一年就度了有一千多個地址 好 到第四年 第四年 一般來講 就舍利佛目見年 在佛陀承到的第四年 得度 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之所以得度 是因為遇見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 是五比丘裡面的一個 那麼因為他們都分發到各地度眾生 那這個 舍利佛見到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是唯一第一 有時候叫做阿蘇士 是 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唯一非常好 五比丘之一 他說是 他看見 他看見這個 他看見這個 馬聖比丘的唯一 他就很尊敬 深起尊敬的心 他问他 你的师父是谁 他教了你什么 马上比丘已经证阿罗汉了 他就跟他说 我师父教我的非常地多 但是重要的道理就是 诸法因缘身 诸法因缘面 我的师父常常跟我们讲 诸法因缘身 诸法因缘面 我佛大沙门常做如是说 我师父教给我们的最主要道理 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 都是因缘所生的 那么这个舍利佛非常地厉害 听这个之后就马上证出国了 马上证出国 证出国有种法喜涌现 他马上跟这个马 马上跟这个马圣比丘说 你等我一下 他要去 30分 这个跟马上比丘讲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找一个人 他去找木建人 木建人有一个人看他来了 就知道这个舍利佛不太一样 然后就跟他说 那么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见到什么法了 舍利佛就跟他讲 也是跟他讲诸文医生 诸文医妹 木建人也正出国 这两个人很高兴 马上跟着马圣比丘去找佛 去到佛那里去见他师父 也要拜马圣比丘的师父为师父 然后后来舍利佛跟木建人就去皈依佛陀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我就说七天十五天 就十五天三十天 就是说木建人专精修行 七天就证着阿罗汉 舍利佛十五天之后证着阿罗汉 因为舍利佛做侍者 那么比较忙 十五天后证着阿罗汉 那证着阿罗汉之后 这两个人就去劝他师父 也一起来皈依佛陀 但是他的师父不一样 他的师父是善若仪 他是善若仪 他就没有像三加社这样 就去皈依佛陀 所以善若仪到现在 基本上你看就错失了 也没有解脱 我们要先讲一下舍利佛跟木建人 先讲舍利佛 稍微讲一下 舍利佛因为马圣比丘而证阿罗汉 他一生都非常感恩马圣比丘 一生都以马圣比丘为师 所以他如果去到一个地方 他会先问马圣比丘在不在 如果在 他会先去顶礼马圣比丘 如果不在 他会问他去哪里 他往那边去了 他就向北方顶礼 你看舍利佛这个人不简单 舍利佛是 虽然他在成为佛地址比较慢 但是他一生 一生就以马圣 虽然他是以四加佛为师 但是他也看马圣比丘就是他的老师 所以他去哪里都先顶礼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不在 他就朝那个方向拜 你看 这个舍利佛真的不简单 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他都能够这样 所以这个舍利佛 这个舍利佛跟穆建连 一个是智慧第一 一个是神通第一 这两个人后来成为僧团的两大学士 就是说主要主要护持 就是主要管理僧团的主要的人 那么舍利佛比较重内部的教化 穆建连比较重外部的弘化 所以穆建连因为他比较对峙外道的多 舍利佛比较教化地址的多 当然都有 这两个是佛陀的左右手 是最主要的 但是佛陀入灭以前 舍利佛、穆建连就先入灭 舍利佛、穆建连 我们下次有空 再来稍微讲一下 因为时间到 我们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结构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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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